第一段经文 我们六说一说 修行般若般若密度 什么叫修 什么叫做行 什么叫般若般若密度 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行为太多 佛在经上把一切众生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 叫生口意 生所有一切动作 生的行为 口是言语 口意的行为 义神念头 齐心动念 行为再多 总不出这三大类 所以用身与义全部包括 行为有了错误才需要修正 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如果说的更详细一点 修正错误的思想 间接 言语 造作 这就读不可 用什么做标准呢 般若若波罗密是标准 波罗密的意思是究竟圆满 换一句话说 是以究竟圆满的智慧来做标准 那当然是最尊最深 没有比这个更尊贵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这个最上最妙都是赞叹 那波罗智慧 波罗波罗密到底是什么呢 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是真多 大波罗经有六百句 学文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字 二十四本 这个结要是二十四分之一了 语言文是二十四本 说的这么多 归纳起来只一句话 心经上所讲的 无知也无得 这就是波罗波罗密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 无知也无得 讲了十二年 讲了这么一大腿 借归到最后 无知也无得 无知是从心上讲的 我们讲能现所现 或者是能变所变 能现的是心 华言经上所说 虚空法界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能现的这个心 无知 我们今天的变在哪里 偏偏就求知 自坏了 真心里都本来无知 你天天求知 你不是糟糕了 你的心就坏了 所以修行人 修什么 修定 修无知 无知是真知 这不若经常讲的 不若无知 无无所不知 无知是体 无所不知是作用 我举个例子 举个很清闲的例子 比如我刚才讲的 我们眼睛看这个花 我们看它无知 你看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诸 也没有大妄想 这都是摆在面前 清清楚楚的吗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诸 这是真知 不若 这就是不若不若灭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你有人来问 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这是莲花 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红的颜色 无所不知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其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是对它的 不是对自己的 对自己的无知 但是你的心 永远清净 平等就 自受用 它受用 它受用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无所不知 不教化众生 对自己 是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知道 谁不知道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不糊涂 不是别吃 所以 不若 有体 有用 我们修行人 修什么呢 先要修 无知 换句话 先要修 清净心 清净心 起作用 就无所不知 这个才最妙 所以 居大势力 这个势力 就是我们今天叫能力 居大势力 就是你得大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下面讲呢 无等等诸法 能圆满 无等等诸法 能修行一切法 无等等是一切法 你能修行一切法 你能圆满一切法 这个无等等是世出世间法 统统包括在其中 具足一切法 能得一切法自体 自体就是一切法的自信 在有情众生 我们称为佛性 在无情众生 称为法性 这一句就是中文里面讲的 明心见性 能得无等等 这个自体 就是明心见性 下面 这是讲的 像好 正报 一报 正报 向大臣经上讲的 佛有无量像 相有无量好 这是正报 一报 像这个华严经上讲的 华葬世界 梅桃经上讲的 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 说之不尽 一针庄严 你都得到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